站出来向CNN血泪控诉 大陆对新疆维吾尔族人进行了迫害 美国谴责为大屠杀 现在再度联合各国施压 以加拿大做代表 在联合国会议上 美国和40多国一同发表了联合声明 大陆气到反酸 美国自己记录更差 这一次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主要诉求是 要求中国大陆立即开放 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进到新疆实地访查 而大陆并没有正面回应 会不会放行联合国专员 反批外界先射箭再画吧 此访应是友好访问 而不是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 事实上过去曾在新疆所出现的外媒及独立审查 都是在大陆强力主导下进行 被压在最深处的黑暗面 只能借由幸存的人口述还原 青眼目击族人遭到了迫害 英国曾在6月4号召开了维吾尔法庭 但是北京却说这群人都在说谎 所谓的维吾尔特别法庭 既不合法更不可信 只不过是少数人炮制的 又一场反华闹剧 大陆用一句谎言否定一切 但CNN持续追踪流亡海外的维吾尔家庭 都是家破人亡 这位名叫玛丽安穆海默德的女子 和丈夫失联近五年 原本两人都在埃及开罗大学就读 当听说大陆强制遣返在埃及的维吾尔族人时 他们一家四口就开始逃亡 老婆是带着两个孩子前往土耳其 先生原本要搭船前往约旦 但是就此失踪 CN报道 埃及 沙鲁地 阿拉伯 阿联酋等政府 多半都直接配合北京所谓的反恐行动 有20多名维吾尔族男子就此和家人分开 法院文件什么都没有交代 沦为中国打压人权的沉默被害者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等你哦 请订阅 转发 电视频道 旦阅 转发 电视频道